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中文投资网徐一录为您带来的最新一季度的业绩财报 今天公布业绩结果的有两家金融机构 一个是JP Morgan 另一家是Wales Fargo 摩根大通银行2015年第一季度每股收益为1.45美元 高于预期值的1.4美元 其净利润高达59亿美元 同比增长12% 值得关注的是其投资银行业务当中的股票市场收入增长22% 主要原因是汇市新兴市场以及股票市场活跃度的增高 富国银行2015年第一季度每股收益为1.04美元 明显好于预期的0.98美元 总营收为213亿美元 接近预期值 按揭贷款量为490亿美元 较上一季度的440亿美元有所上涨